政治的追殺及寒沙攝影已經對我進行人格的摧毀 為了捍衛清白及顧全政治大局 我在此正式宣布退出2024宜蘭立委選舉 讓黨更有空間對宜蘭重新來顧局 我自認沒有對不起從政之路上的前輩支持者以及家人朋友 我對詐騙的行為同樣深惡痛絕 並且對於無端減入的這件事情 對社會大眾 家人 以及支持者所造成的困擾 深感抱歉 也深感愧疚 我在此 再次 深深一己功 跟大家致歉 有人問我 為什麼這麼快就要退出這場選舉 我跟大家誠實的報告 退出此次的選舉 是我捍衛清白的開始 因為政治是一時的 做人是一世的 我的清白無價 也將事死捍衛 這個決定 對我家人 對我個人都是非常的沉重 但卻是必要的決定 我比任何人都盼望真相能夠早日水落石出 也希望不法之徒 都被神之以法 我在此 也呼籲 相關人士都應該全力配合檢調的調查 讓所有受害者 都能夠得到公平正義 謝謝大家 以上說明 今天呢 是來正式的向立法委員陳歐婆提告 那是告發 進行的告發 那主要呢 是針對三點 第一個是 陳歐婆他也已經說過了 他有收售IMB集團的政治獻金 這種政治獻金呢 其實包含你的競選總部 包含你的保姆車 都應該要在政治獻金的系統裡面能夠看得到 但是呢 他卻完全沒有 所以代表他有一個不實申報的情況 那未來我們也會到監察院去提出檢舉 那第二個部分呢 他與IMB的詐騙集團過從聖命 其中有沒有違反貪污自罪條例的問題 那我想這個是必須要請檢方去調查的 那為什麼會問有沒有違反貪污條例呢 就是因為其實如果 先他們過一下 那為什麼要詢問說有沒有違反貪污自罪條例呢 是因為如果說IMB他們的集團在債權方面 有涉及這個宜蘭的土地跟債權的話 那很有可能他會因為有這個對家關係喔 違反貪污自罪條例 最後一點也是預請檢方去查清楚到底 他跟IMB詐騙集團有沒有關係 是不是共犯 那雖然他已經退選了 可是這更讓大家感到此地無銀三百兩 他過去說如果他跟詐騙集團 有這個共犯的結構的話 他就會退選 結果沒幾天他就退選了 那是不是等於說陳歐破某種程度的也自己默認了 自己跟IMB之間的關係是有涉及詐騙的 那這些疑點我們都希望能夠請檢方幫我們去調查 那另外呢 我們也今天加告了這個台南市長黃偉哲 加告台南市長黃偉哲 那就是有關於這個 台南市長跟分國委等人過重盛命的問題 我們也預請檢調去查 有沒有呢違反政治獻金法 以及跟詐騙集團行程共犯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那我們也依法告發 沒有 沒有 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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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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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